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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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我出气 你拿我打具 你时常夸我是你的好闺蜜 你让我当卧底 你让我旁敲侧击 你喜欢谁都让我和她成为兄弟 我比你了解女人 我比你了解男人 我是你讲义气的异性日记 我是个纯爷们儿 我真心想保护你 给你处处意识 怕你受委屈 他们说我穿的花 那是我爱文艺 他们说我娘日吉吉 那是我细腻 什么阿摩阿狗 休想结彩结色 你们离他远点不忍 我饶不了你 可你星座娱乐天气 我都能聊几句 各种男女心理问题 我看都很容易 动物 植物 但凡活物都跟我有关系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专制各种暴脾气 我是你的男闺蜜 吵吵闹闹没有秘密 我是你的男闺蜜 谁也别想欺负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只剩即使爱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永远陪着你 永远陪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吵吵闹闹闹没有秘密 我是你的男闺蜜 有谁也别想欺负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只剩即使爱着你 我是你的男闺蜜 永远陪着你 我去别家看看好不好 你不喜欢小动物啊 我当然喜欢猫狗还有豚蜜 我都能接受 但是这些冷血动物 惹我了 他们一点都不恐怖 他们大部分是吃素的 就爱吃小青菜 对不对啊 而且你看 他身上的花纹多好看啊 我真的不喜欢 这种低等动物 太恐怖太可怕了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慢慢看 我在外面等你 我都能遮住 我会让你一个一 bay 我都能尴尬 我都能尴尬 你要尴尬 我都能尴尬 他的研究 他们尴尬 他的研究 他有小型 他轻尽 他压着我们 他其实他最近 他的研究 他特殊 他这个大型 你手机怎么关机了 这没 没电了 没电了 你晚上没回家充电 你没回家呀 你上哪儿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怎么跟警察似的呀 我结果没电了呀 我现在给冲上就完了嘛 我现在开 现在开始机呢 没电了 干吗去呀 上厕所呀 上厕所呀 好 喂 喂 你是小米吧 请问方骏在吗 她不在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好 谢谢你啊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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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行吧 好 再见 好 再见 接我的电话 那天我说了很多商人的话 对不起啊 我现在跟戴越相处得很好 这一切给谢谢你 不管是 你工作得认真 还是真把我当朋友 我都谢谢你 对了 我今天看到一只蜥蜴 想起我们家毛球了 如果他的病已经治好的话 我想哪天 把他拿回来 我走了 康康 怎么你一个人呢 芳芳呢 她不是 一边躺着呢 怎么了 她不舒服了 没有 她说要减肥 前天做的算油水太大 蹭蹭长肉 不吃了 这孩子 鸡一顿饱一顿的 对胃不好 怎么也应该吃一点 得了吗 她那胃口 出了一闻这味 又该吃撑着了 待会我给她吃俩凶事多了 也是 对了 康康 那芳芳准备什么时候走 妈 您烦她了 那我跟她说让她走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挺喜欢她的 我还巴不得 她在我们家多住几天呢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 她什么时候走 我好提前买一些土特产 让她带回去 妈 您这心太善良了 要不然 您把钱给我 我给您买去吧 你少来讹我 还笑着 有个事忘了跟您说 我们那广告创意让人采纳了 这两天我就去开会去 只要这笔生意谈成了 我至少能挣好几万呢 到时候 我也给您抱个旅行团 您去过来撒两天 你能赚钱呢 多亏人家芳芳 没人没也帮忙 给你干活 我们俩都是兄妹了 关主 喂 喂 怎么了 我怎么听说 前两天有个男人 送您回家来的 都送到院门口了 谁呀 领回来我见见 你别听他们瞎说 娃子还没一瓶呢 您就和我说说他人怎么样 我给您参谋参谋 他这人哪 百分百的好人 而且啊 还挺踏实 只是 那就行了 只要他对您好 人又好 我就没问题 行 来 吃点丸子 嗯 小芳 把我这衣服送洗一下啊 好 知道了 得了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小芳 小芳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就是你们婚介所啊 干什么呀 咋场的 不是 你找我吵架上了 行行 我陪你吵会儿 我来不是跟你吵架 我是来跟你谈正事 我不想听 你不就说梁树友那事吗 我告诉你 那刘姐她自己乐意 你管不着 不是 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还想动手啊你 不是 你听我说啊 她当然乐意了 这么多年身边也没个男人 这孤儿寡母的 那四十多岁了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是正经话吗 你这人是不是流氓成性啊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不是 小芳啊 咱商量商量 你看这么行不行啊 惠云到你这儿来 不是交了钱了吗 我也给 是吧 要多少你出个价 你拿双份的钱 给她找一好的 行不行 实在找不着 我帮你找 你这样你有钱的 那你赶紧去看看 你那精神命 你变态你知道吗 小芳 我跟你说啊 我希望她幸福 这对我很重要 一般来讲啊 希望别人幸福的人 自己都不太幸福 这 这饭点 你不跟家吃饭 能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 我猜一猜啊 你这 家里出事了 是不是你跟你那小媳妇 生不出孩子 你给赶出来了 不是 你这年轻轻 这说话怎么那么尖酸刻薄呀 合着我说了半天 你一句没听进去啊 我对你又弹琴哪 我啃李玉你 我发现你脑底上怎么冒绿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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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您别走 我给您唱一 绿条的小夜曲怎么样 好可怕 开山 慢点开啊 您看这绿条你再走啊 神经病 今天比较凉了 我穿你的衣服吧 来 谢谢 不舒服吗 感觉有点烫啊 这两天就挺累的 有点上火 刚才逛街也逛累了 没事 你这儿有药吗 我吃两天就好了 你嗓子痛吗 疼 没关系 生病尽量不要吃肛生素 冰箱里有一大桶冰淇淋 你一口气吃掉 我保证你明天就好了 吃冰淇淋也能治病啊 头一次听说 我小时候发烧 就算去医院 医生也不会轻易开 抗生素给我吃 我妈妈就会拼命让我吃冰淇淋 所以小时候 我最开心发烧 也不用念书 可以把冰淇淋当饭吃 你试试看 很灵的 我去哪儿 好啊 一起吃吧 一口 你觉得怎么样 凉 这原理是帮你扁到底的去冰淇淋 你可以消灯了 再来一口吧 你也吃 好吧 冰敷是吧 多吃一点 还不可以吧 好凉啊 好 冰淇淋 冰淇淋 来来来来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咱你们也黑腾下火了 您上火上我怕邻居说闲话不会来 说什么鲜话呀 我又不是同意回来 咱俩谈恋爱呢 又不是偷人怕什么 给 你我拿过来了 你落办公室了 大老远给你送来 你也不说声谢谢 我知道我落办公室啊 我这是从来带绳子呢 我这是想别人再说啊 有人给我打电话吗 能关机了是吧 没有 没有 哪那么多人惦记着你 你们家有什么喝的吗 渴死我了 冰箱里边绿子汤 有什么喝的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陪赛啊 还是想接我的电话 那天我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对不起啊 我现在跟该月相处得很好 可以请你谢谢你 不管是 工作得认真 还是真把我当朋友 我都谢谢你 对了 我今天看到一只蜥蜴 想起我们家毛球了 如果他的病已经是好的话 我想哪天 把他拿回来 你这冰箱什么味啊 脏死了 你送菜都收了 我给你倒了啊 方君 喂 喂 喂 是方君吗 没散布方便照给我 哦 那 那 那算了 做点事 出 出什么事了 什么 在 在哪个医院 你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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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君 方君 方 方君 方君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护士小姐 怎么回事啊 小脸声 护士小姐 怎么回事啊 发烧了 三十八度九 三十八度九 这么高啊 怎么 怎么上 小脸声 好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回事啊 这之前活不了下 怎么上医院 怎么急诊室了 见好没见好 医生怎么说的 怎么 怎么病的呀 不好意思 你说慢一点我听不懂 行 我一句句说 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就病了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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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成这样的 他晚上说身体不舒服 少症很痛 所以我给他吃冰淇淋降温 没想到没有降下来 还有五吐 肚子很痛 少得更厉害 所以把他带看医生 不是 你说的我也没听懂 你刚才说什么 他 他到底哪疼 嗓子还是肚子 嗓子痛 嗓子里吃什么了 冰淇淋啊 你 你 你得吃多少冰淇淋啊 差不多一桶 他 他嗓子里 得吃冰淇淋干什么呀 我小时候就这样 你 你小时候吃什么 他吃什么 你吃牛肉长大 他是吃面条什么 米饭长大 他身体素的不一样啊 我们中国孩子 从小就是吃抗生素 一把一把的 他病了都是拿药给压下来的 你病了给他吃药 你给他吃冰淇淋 当然嗓子没吃好 他肠子也弄坏了 再说他一女孩 你也得吃那么些冰淇淋 他将来 他那什么时候 他 他肚子好啊 是吧 你 你也了解中国人 这些生理习惯 是不一样了是吧 你还笑 你还笑得出来 真抖他让你吃 你还吃多少冰淇淋 你真吃得下去啊你 这肯定闹肚子呀 行 这也不能完全 完全怪你 国情不一样 没事 没事 还掉水是吧 不是 太快了 太快了 心脏受不了 那行 那行 也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没事 就肠胃炎 掉个盐水就好了 我跟外边走了 有事 有事叫我 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这毕竟你会闹肚子 我没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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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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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在外面吗 这边还在 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干吗去呀 老师经理 我刚刚去倒了两杯热茶 方静今儿请假了 你把这个给她录电脑里去 她请假了 为什么呀 她请假你问我 你们俩不是谈恋爱的吗 他生病你不知道 对对对 对 他生病了 我最近脑子不太好使 来 不好意思啊 经理 不好意思 真傻 假傻 洋洋 经理还跟你说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说 没说 洋洋 你帮我看着点 我出去一下啊 来 来 方骏 方骏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有问题 对不起 您的订阅电脑已经充满了 这哪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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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不用管 这小事我一人全干了 真不用我帮忙 不要 其实医院里头有病号饭 就不麻烦你来回跑啊 那个是大锅饭 叶山得的是胃病 大夫说了 只能喝粥吃咸菜 那哪都是白粥哪儿成 你看我 你看我这粥啊 我这里有肉丝 皮蛋 杂是葱花 我还搁点海参 咸口的 又营养又好吃 我 我再给她切点洋菜 胡萝卜丝啊 黄瓜丝啊 又有卫生素 又爽口 现在这荤腥是沾不了了 到时候呢给她 用一土鸡给搞 搞一鸡汤 等那个出院之后 好好补补元气 对 阿姨 您看这盒子是没有 这 这 这盒子 生盒子我包出来的 我已经烤好了 撒点椒盐 当零食吃 这 这养味的 小房 你对叶珊怎么样 阿姨都看得眼里 我可是过来人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对她这样 不单是朋友关系 这么简单吧 你 你都 你都看出来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呀 敲上叶珊了 我 我当时给你当姑爷 你 你觉得成吗 不是 正跟你说吧 就是 我 我跟这个 美极华人我们俩啊 二选一 你 你选谁 谁对叶珊好 我就选谁 行 你呢 有您这句话 我就踏实 这个单 就算是您乐意 估计我女朋友 她也不乐意 您有女朋友了 其实您见过 就 就 就我们单位 坐我办公室对面的 那 那 那小 小丫头 丫 丫 丫 长个土鲍鼠似的 特 特找人疼 我们俩其实 好了 好些年了 但是呢 办公室恋情 不能声张 怕领导找麻烦门 不 可 可是 你无缘无故地 对叶珊这么好 那你图什么呀 所以说您可能 还不完全了解我啊 这 就这个 这个 这个人 人好啊就不单说了 你知道吧 但是你说我 我要 什么都不图吧 也是假话 你看 叶珊和这个呆伟 是我给撮合的 人家现在的前景一片光明 估计出不了 半年就得谈婚论嫁了 她现在病了 我好好照顾她 也算我做好这个 售后服务啊 到时候她一高兴 给我写一盏写信 送她一紧其舞了 我们领导给我评 优秀员工 我年终奖金 那得翻一遍呀 你就为了这个呀 人为才死 鸟为实亡吧 阿姨 我跟您这说都是实话 掏心磨双 当你是自己人 您一定要帮我 实现我的目标 争取我年终奖 翻一翻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回头叶山问起来 我也有话跟她说 别 阿姨 你千万不能跟叶山说 那个 她那儿倒没什么事 主要是 就是我怕美激怀 让她容易多想 行 全听你的了 得理 对 你要是再给我送花 我这里都可以开花店了 你会看到鲜花 会心情好 你心情好 心理自然康复得快 那好啊 那你干脆再多买一点 用鲜花把我这个床 包围起来 然后再往我身上 盖一个红布袋 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样很简单 可是为什么我盖 也红布袋啊 我开玩笑的 你不要听我了 好 妈 你来了 伯母好 戴伯来了 快请坐吧 不要 我要回公司了 我下班再回来 伯母先走了 来 又给你送花来了 对呀 一天来几次啊 两次 这可真是太棒了 你看她 人长得又帅又能干又好 虽然比你小那么一点点了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比那吴建林要强多了 我觉得你这次离婚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嘛 不过 现在啊 你可得抓紧了 这一次啊 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机会 你要是错过了机会 我可跟你没完啊 知道了 我饿了 你别说了 勺呢 等等 等等 我先把你打给你 我来打我一把 来 等着啊 我都饿坏了 妈 你现在手艺越发长进了 那么丰富啊 来来来 妈 来来 吃吃啊 嗯 好好吃啊 别叭嘴嘴 挺好吃 我妈吃饭最好吃 亚神 开饭了啊 来 吃点 吃点 现在不饿是吧 待会儿 先搁这儿啊 我白天喂完你妈 晚上回来喂你 我怎么对你这么好呢 待会儿给你接走了 你能记着我吗 什么 看吧 这谁学的你这是 这一屋子碎嘴子 你可能学坏了你 啊 叶山啊 我跟你妈这缘分呢 就算是倒头了 咱们妮儿俩的缘分啊 缠不过 劝君多吃一口菜 西出阳关无故的 等你妈病好了 就给你接走了 等会儿说你得想着我啊 你说什么 那我给你介绍一对象 想得美 我这辈子是欠你们俩 还是怎么着呀 你说这屋里你看着哪个了 谁哪个 基罗 那你搞不定嘛 那你搞不定嘛 拉丁打牛你能成吗 别人俩字 看吧 一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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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让我碰吗 你看吧 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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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呀 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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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家 快来开门呀 方俊 我知道你在家里 别躲着 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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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为点儿精神啊 在这儿去跟人谈判 不是去参加葬礼啊 我每天就吃这么点东西 还得做运动 还得帮你准备材料 我能用男的俩脚走路就不错了 你看我这鞋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根儿 不容易吗我啊 我扶着您走 那怎么着 我给你买点吃的垫不垫吧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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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现在在这儿 这体购我还蹭蹭地长呢 我求你了 吃点吧 再这么扔下去 你身体该出毛病了 甭劝我 减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烤肉 拉面 菜百味 排等高点 吃点吧 我要买薄饼干吃 应该问题不大吧 再来杯低脂酸奶 我请客 叫什么调 小心点 对不起啊 看着点 吓死我了 走啊 今儿几号来 几号 十五号 怎么了 你该不会把谈谈的日子 给记错了吧 没有 你进去给我买一下 我上个厕所 瞧个立味的 瞧个立味的啊 你是什么 我上个厕所 我上个厕所 不用须太厕所 来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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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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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啊 各位 再稍等一下 她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行 谢谢 对不起啊 各位 爷爷 久等了 你怎么才来 人都快等急了 现在我作我介绍一下 我叫方音音 这位是我们工作室的设计师 摩菲先生 现在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创作思路 请看大屏幕 那接下来就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题是 纯正酸奶 天然果粒 全是好营养 好滋味 我们认为实际上的年轻人 在对于食物的选择上有很多要求 他们不光会考虑这个食物是否可口 同时他们也会考虑这个食物 是否有营养价值 是否会让他们发泡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要求 您到这儿啊 问问夜山还想吃什么 您这给我发一短机我带来坐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呢 我别去了 我一会儿店里还有好多人等着我呢 您知道我这工作 关系到万千真幸福 我耽误不起的 还这一空车 是不是走吧 走 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行嘞行嘞 拿着菜 好 您慢点啊 好嘞 慢点开 老太太晕车 来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儿办点事 怎么了 我问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那个石里河 我 我这边有一个花短鱼虫市场 一哥们儿 我 我到他店里看一看 你朋友的宠物店 都开到夜山他们家来了 养的什么呀 你怎么 你怎么跟这儿呢 我来逮你啊 刚才那女的谁啊 夜山他妈是吧 方骏 你心可真够狠的 夜山都不搭理你 你还来贴他妈 你把我放哪儿了 我才是你女朋友 你应该去贴我吗 别跟这儿让让 这大门口别人都看见了 怎么了 我就让让了 让让了 怎么了 你自己摸摸良心 问问你自己 我怎么对你的 你怎么对我的 不是 夜山生病了 他妈外地人人生地不熟 我过来搭把手是怎么了 那你干吗撒谎人啊 你心里没鬼 瞒着我干吗 我 我不是怕你知道了 胡搅蛮缠吗 我什么时候胡搅蛮缠过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就算我胡搅蛮缠了 那也是因为你太不公平了 你知道吗 你但凡有对夜山那份关心 拿出十分之一来对我 我只是这样防着你吗 不是你 你没事 你防着我干什么呀 我说你什么人呀 你干吗防着我呀 我是你女朋友 有你怎么跟女朋友说话的吗 你不说几句好听的也就罢了 你还来教训我 我就训你了怎么着 我还真得教训你 你别让我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上后手机来电显示了 这偷偷摸事少干 我不是你男朋友 你少跟我瞎耽误功夫 不是 小 小米 咱俩简直是黄金搭档 猪连彼合呀 是非找个地庆祝一下 找个饭馆海吃一顿吧 简单点事先放一边 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看你 成年胡室海赛那样 你先回去吧 我得去办点事 问一事出来你脸子就不对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 把胜利的果实 跟你妈汇报一下吧 我得出去办点事 我俩再回去 你这口气不对劲啊 到底怎么了 我俩跟你说 不是 好 我已经收到邮件了 这样我先看看 你要着急的话 你就来一趟医院吧 我把字给签了 好吗 好 再见 你不要命了 刚好一点你又忙得上来 真是的 我已经好了 您赶快帮我办理出院吧 我公司还挺多事呢 那可不行 借这个机会 好好调养一下身体 他今天没来啊 他今天没来啊 来过啦 他给我送了蛋糕 不过我都没吃 等着您的爱心午餐呢不是 我妈做饭越来越厉害了啊 都不成样的 哥老师交代是您自己做的吗 还是打包的 的确不是我做的 也不是在饭店买的 那是谁做的 猜 来 方骏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 可咱不能得了便宜卖乖吧 你生病这些天哪 他天天领着菜 到家里啊 给你做病好饭 就说这汤吧 他凌晨四点 就给你炖上了 送到家里的时候还烫手呢 等你病好了 你一定得好好地谢谢人家啊 你放心 既然咱俩都离婚了 我不会缠着你的 可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做任何的决定 我得问问你 对吧 就算打 你 你得陪我一块儿去 你知道 我最害怕解医院了 我最害怕的 要不咱俩为了 为了这个孩子再试试 你觉得 咱们两个人还能再复合吗 其实我就是想 给他一个 完整的家 我们家的情况 你也知道 所以 所以 依依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男朋友呢 是吗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有女朋友小静 这方依依 我们俩的事都给你交代过了 我们现在是哥们 你好 我叫小静 好 来坐坐 依依 咱之前不是说过吗 当各自有另一半的时候啊 就带上大家看了 上次我不见得你男朋友了吗 所以今天啊 你就把小静带上让你看了 小静人特别好 你俩一准能成为姐吗 真的 对了 依依 你今天找我干吗 我想豆包了 你妈还带着她呢吧 就这一事啊 你早说呀 早说我就带着她让你见见了 对了 小静家也养够了 养条大鸡毛 这么大鸽 毛可好了 可大了 从国外带回来的 我跟小静啊 就是遛狗的时候认识她 金毛可好了 可乖了 比在家豆包强多了 现在跟我可亲了 跟我可熟了 我让她做就做 天天我出去遛她 跟着我一起跑 是吧 静姐 张 张 别哭了 我现在道歉还不行吧 我不应该跟马朗龙重一吼 我正式向你道歉 那既然这样 我也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删了你的手机 来电显示 也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你吼 让你瞎不来台了 毕竟是个男人忙要面子 那咱俩扯平了 行 小蜜 你看啊 咱俩认识这么些你 没张过嘴 没红过脸 对吧 我知道你让着我 不是 不是我让着你 你也让着我 但关键是 咱们把对方当成自己 你知道吗 就跟依依一样 本来是手足情深的事 你们非能弄到儿女情长 你这怎么长啊 不是 你行 你听我讲啊 你看 你自己想这几天咱俩相处了 变变不变 你你老大不小的 该谈婚论嫁 你老跟我这儿 号算怎么回事 当然 最后你就这么多年的情分 都因为这事给折了 你这何必呢 我知道你喜欢夜山 我不喜欢她 你就是喜欢她 你 你瞧点事 你就算喜欢夜山 人家毕竟有男朋友了呀 你还能怎么样啊 你总得把职业翻过去以后 从新开始吧 我知道 我知道最近咱们俩 出朋友处得是挺别扭的 但是你就算买辆新车 不还得磨合呢吗 跑着跑着不就顺流了 那你不试试 怎么能知道呢 不是 我 我本来就是一瘸子 你非我来手动呢 我哪儿腾出 你是脚踩离磕器呀 在这儿说了 你是一新车 我是一新手 你让我拿你练车 你 我心里过也不去啊 那这样子行不行 咱俩试三个月 咱们俩试试行不行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看在我那么喜欢你的份上 咱们俩试试行不行 不 这 这太熟了 真下不去手啊 那你都不认识我就是了 行行行 成 你 你先别哭了 好吧 你 你 你把眼泪擦擦 我刚小时候还找你呢 你别人看你这 你以为这 这我把你攒着了呢 我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赶紧下来啊 我 走 如果爱想想的那么容易 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 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 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 如果爱想期待那么顺利 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 一件件在心里堆积 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 穿不过气 又难以忘记 躲不过去 又害怕失去 拥有回忆 想要神秘 得到默契 期待下一秒的惊喜 陪你走到底 只要你愿意 没有勇气开口 说我爱你 陪你走到底 只想陪着你 只想陪着你 在我们的世界里 爱是奢侈的东西 陪你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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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陪着你 陪你走到底 在我们的世界里 爱是神秘的东西 爱是神秘的东西 爱是神秘的东西